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到了每周的弯屏时间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 每周五你看到的这个云飞 到底是个真云飞还是假云飞呢 你们就没有觉得你们现在看到的是CG吗 是电脑合成的虚拟偶像吗 你们没有想过吗 当AI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估计咱们这些媒体人估计是要消失了 搞不好你们哪天看到的 就是一个傀儡云飞了 这个脑洞看着有点大 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紧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去年的DIY圈真的是相当热闹 沉寂已久的AMD和英特尔两家大哥 突然间又掐了起来 这个Ryzen和八代酷睿夜大战 又为我们带来了久违的性能提升和降价 从四核到六核 我们等了整整八年了 哇 这八年我们到底是怎么撑过来的 真的是难以置信啊 就在我们感叹 PC行业终于又打了积雪的时候 英特尔的下一步棋 Coffee Lake S又要和我们见面了 虽然听着名字感觉又是一股牙膏气息 但是这一次英特尔再度把牙膏给挤爆了 六核变成了八核 而且这个消费级的CPU呢 直接就继承了HDT的一波 直接就命名为了i9-9900K 这颗旗舰的规格可不得了 升级到了八核16线程 八个核心全开的频率高达4.7G 最高锐频5.0G 哇 八核这个频率真的是要疯了 但是问题来了 这么高频率的八核处理器 难道还用硅脂导热吗 那怎么可能还有什么散热器能压得住啊 你想想对不对 8700K不开盖 用水冷都只能明明强强压住啊 你这个9900K发热量肯定是大幅提升的 要是再用硅脂导热 那真的是水冷也救不了你啊 所以我在这里大胆的打赌 i9-9900K一定是用硅 一定是用千焊导热的听到没有 如果我赌音的话 你们可都得给我投币哦 如果我赌输的话呢 那就收藏一下我们视频啊 除了i9-9900K之外呢 另外两款比较亲民的i7-9700K 和i5-9600K也得到了曝光 i7-9700K来到了八核八线程 虽然框框少了两个看起来有点不爽 但是性能仍然是实打实的提升了 八核全开的锐品也来到了4.6G 同样是非常恐怖 至于i5-9600K 仍然是六核六线程 全核4.3G 妥妥的马甲了 这几款CPU都会继续采用14nm工艺 确切地说是 14nm…加…加吧 我已经预料到明年的弯品怎么写了 但是继续打磨14nm工艺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9代CPU的超频潜力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你看这次9900K的全核锐频 直接就拉高了0.4G 我对它的超频还是非常看好的 英特尔这么拼命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当然是AMD的再度崛起了 但是面子功夫恐怕也是有的 别忘了今年可是英特尔成立50周年的日子 那么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 这一家牙膏巨头的前身近视吧 英特尔的牙膏之路始于1968年7月18日的硅谷 是由戈登摩尔和罗伯特诺伊斯 这两位先童半导体的元老级工程师创办的 这两位大佬一位是摩尔定律的提出者 另一位是集成电路的发明者之一 摩尔定律大家都很熟悉了 大致的内容就是当价格不变的时候 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量 约每隔18到24个月就会翻一翻 性能也会提升一倍 换言之 每亿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 将会每隔18到24个月翻一倍以上 就是这一钢料 引领着英特尔走过了半个世纪 直到前两年终于是差不多失效了 说来也巧 摩尔定律一开始只是摩尔在1965年 写在论文里的一段话 然而这句话被摩尔的大学同学 Cover Me包装了一下 冠以摩尔定律之名 就成了所谓的荆轲玉律了 据说摩尔自己都对这个 断章取义的说法表示过怀疑 但是看到这个定律突然火了起来 被各种文献广泛地引用 他也由不得自己 只能不断地去修改这个摩尔定律 来适应半导体行业的变化了 英特尔一开始并不是做CPU的 虽然早在1971年 英特尔就开发出了 他们的第一个商用处理器4004 但是一直以来 英特尔的主营业务都是储存器 直到1978年才推出了 著名的16位处理器 8086 这个8086一开始 还没有非常的轰动 但是到了1981年 业内大佬IBM 为了尽快地搞出PC来 没有使用自制的处理器 而是直接采用了英特尔的8086 结果英特尔随着IBM的成功 而一举成名 在一年后又做出了 和8086完全兼容的 第二代PC处理器 80286 用在IBM的新的PC上 到了1985年 康博制造出了第一台 IBM PC的兼容机 此后的兼容机厂商们 就像雨后春笋一样 冒了出来 但是为了和IBM PC保持兼容 他们的处理器 都得使用X86的 于是英特尔就这样 幸运地壮大起来了 同一年 英特尔又研制出了 32尾的微处理器80386 借着IBM的东风 继续高速发展 可以说当年的英特尔靠80386 简直就称霸了PC兼容机市场了 到了90年代 英特尔开始面临一些挑战了 一方面是和RSC的竞争 另一方面速敌AMD快速崛起了 首先要来说一下RSC 上世纪80年代以前 编程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我们今天有C语言 有Pason这样好用的工具 但是当时的程序员 要用底层的汇编语言来编程 这样不仅程序的可读性差 而且当你要调用一些高级功能的时候 都要使用到非常复杂 非常令人头疼的汇编语句 此外 当时也没有复制粘贴这种操作 重复的语句 就要重复的编写 编程的效率非常的低下 于是科学家就想到了 把常用的指令和算法 做成一套标准 调用的时候 可以直接调用 这样不就大大的减少了 程序员的工作量吗 这一套标准 就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指令级 英特尔的8086 就是通过加入了大量的指令级 大幅提高了运行效率 但是有了指令级还不够 当时很多专家提出了8020理论 认为计算机80%的工作 是由仅仅20%的指令级完成的 剩下的80%的指令级 经常心的无所事事 因此他们带来了一种 更为精简的指令级 就是RSE 包括IBM的Power处理器 摩托罗拉的处理器 还有今天的ARM 其实都是基于RSE的 而英特尔的X86 所使用的完整指令级 就叫做CISC RSE由于指令级减少 能耗比更高 体积更小 设计难度也更低 因此在业内占得了上风 彼时的英特尔 为了对抗RSE大军 做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首先最大的一件事 就是Wintel联盟 英特尔和微软搞好了关系 Windows系统只能在X86上运行 这个简直就是英特尔的救命药 X86的CPU也随着Windows系统的成功 而成功地保住了市场地位 第二件事就是 X86内部不断地激烈竞争 英特尔和AMD的军备竞赛 导致RSE的众多对手都被甩在了后面 最终被耗死在了2000年的经济危机里 AMD这个对手 说白了也是英特尔一手培养出来的 当年IBM在采购8086的同时 为了防止英特尔的垄断 要求英特尔授权第二家厂商 能够造出8086 这就有了AMD AMD一路跟着模仿英特尔 也算是混得不错 但是到了90年代 英特尔对于AMD的山寨X86越来越不爽了 为了和竞争对手 X86做一个区分 英特尔就想办法给自家的处理器 打造品牌形象 于是奔腾二字就这样诞生了 由于性能强劲 再加上英特尔疯了一样的打广告 登 登登登的音效 实在是太洗脑了 这就导致 当时就连完全不懂电脑的普通人 都知道奔腾处理器 这个营销真的是非常成功 英特尔的名声也是口耳相传 再加上PC在9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普及 靠奔腾赚发了的英特尔 甚至在1999年突破了5000亿美元的市值 但是进入了新世纪之后 英特尔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 先有互联网泡沫的破裂 再有被AMD抢先突破了1GHz的主频 之后奔腾4的高频低能和奔腾D的胶水双核 更是把英特尔拖入了舆论的漩涡当中 时任的CEO贝瑞特甚至在一场峰会上当众下跪道歉 到了2005年AMD的速龙64已经把英特尔全家吊起来打了 由于英特尔的萎靡 彼时的AMD旗舰FX57和后来的FX62甚至卖到了1万元人民币 当时的1万元人民币你算算看有多恐怖 信仰程度丝毫不炫于如今的7980差异 重重危机之下英特尔痛定思痛 在2006年带来了全新的酷睿2处理器 运行效率大幅提升 强到什么程度呢?当时的酷睿216300只有1.86G的主频 65W TDP却能打败功耗上百瓦频率高达2.8G的奔腾D 这一战直接让英特尔满血复活 至此英特尔总算是要回了PC领域的王座了 但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 PC已经慢慢变成了西洋产业了 PC领域的争斗也让英特尔错失了不少的良机 当年英特尔嫌弃苹果的报价太低 没能达成iPhone处理器的合作意向 等到英特尔再一次进入移动领域 已经为时已晚了 而在图形AI等领域 英特尔也是赶了一个晚级 可以看出英特尔也在努力地去顺应最新的科技潮流 但是早起的鸟儿才有时吃 后PC时代 这一家PC巨头到底还能不能坚挺下去呢? 你看再怎么挤牙膏 英特尔也仍然是一家 对于人类有着巨大贡献的伟大企业 咱们怒其不争的同时还是要保留一些敬畏之心 那么考验信仰的时候到了 我想知道在实际传机的过程中 你会选择哪一方呢? 是选择英特尔的酷睿还是AMD的Ryzen呢? 我想看看我们的粉丝里 到底是红色的信仰粉更多 还是蓝色的争相档更多一些呢? 这边聊完了牙膏巨头 那边的核弹巨头也有话要说 就在最近NV的AIB重要合作伙伴给情交上的一封邮件显示 11系新卡中的1180有望在8月30日上市 而1170和另一张非常神奇的1180加会在9月30日上市 160只要等到10月30日了 这封邮件最让我感兴趣的其实是这个1180加 这个加号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和泰肯定是不一样的 要我说最有可能的应该是一个超频版 或者指的就是一个非公的版本 核心规格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了 其实我觉得咱们对于新卡的期待已经麻木了 毕竟10系卡都已经服役了两年多了 能多提升一点当然是NV的N次了 就算提升不了多少又能怎么办呢? 毕竟隔壁的A卡也提升不了多少 对吧? 只能说金贝竞赛一旦慢了下来 真的就有点没劲了 所以我只能说是希望NV给我们一些N次吧 久违的魅族真旗舰魅族16很快就要来了 这两天我也是被各种营销预热给刷屏了 比如这个给魅有记的海菲斯的预热 暗示乌刘海也是相当的会玩 像是说发布会要等到8月8日才开 但这两天魅族16的各种信息 早就被黄庄自己给曝光了一干二净了 外观上官方的照片 工信部的照片都齐了 走了三星风格的魅族16我感觉还算蛮好看的 配置上也基本确定下来了 845版的起售价不会超过3500元 这个同价位的845旗舰如果不考虑刘海屏的话 好像也是用MIX2S可以选啊 这么看的话魅族16还真是挺香的 不过在魅族16到来之前还有一个大家伙 就是荣耀Note10 6.9寸的无刘海全面屏搭载麒麟940处理器 这活脱脱就是一部高配版的小米Mac 3啊 最搞笑的是这个机器据华为所说又搭载了几个所谓的吓人技术 一个叫做AI2K就把1080P插值成2K 这样显示的效果比1080P好 但又比原生2K更省电 华为的初衷是好的 但是AI这个词麻烦能不能不要乱用呢 这个机器还有另一个所谓吓人技术叫做快人疫苗 真正的粉丝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很让人excited的技术 它可以通过深度学习来预测你在APP中的下一步行为 提高运行效率 其实就是荣耀Magic里那个AI的加强版 有了新功能怎么说都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讲实话 这两个显然都没有当时的GPU Turbo那么吓人 不过荣耀Note10这个定位我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毕竟高配大屏的安卓设备 不管是手机还是平板 现在都不是很多了 就看Note10怎么定价了 你看这个7寸的手机都一个个的冒出来了 放在没有全面屏的时代里 7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比较好奇各位观众 你们现在可以接受多大尺寸的全面屏手机呢 把你的答案发出来让我知道你的看法 暑假已经过去一半时间了 各位学生党们要抓紧时间好好浪了 包括8月初还有CJ可以玩 到时候我们也会过去滑水了 想要面积的朋友们可以留个心眼了 不过要来CJ的话 咱们这个视频是不是应该脱根一下呢 当然这个选择权在你们手里 如果你们不希望我们脱根的话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湾屏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关注这个频道 然后点赞 投币 转发 收藏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极客湾微博 极客湾官博 还有淘宝店铺 极客湾数码港 别忘了我们现在的数码港里 正在进行小米平板4的抽奖活动 购买任何的笔记本都可以参与抽奖 7月29日之前都有效哦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也别忘了关注我和飘哥的个人微博 我们的各种见解会定期分享给大家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